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街舞后首次亮相,直播状态真好,下河线喉结,清晰可见,街舞第五季过去一周后,这次终于又见到了UNIQ王一博,近日亮相品牌新品发布会, 面对直播过程中的对脸拍摄,没想到颜值这么抗大,状态超过好。 这次王一博穿了涂鸦艺术的黑色牛仔外套,白色的T恤内搭。 黑色牛仔裤,脚上的鞋子别有特色,具体等待平台认领吧,估计又是抢爆的款。 这次新品发布,联想真是超级懂得大众需求,卖点都是围绕着王一博而来, 敢想敢拼的主题,提及了摩托车,提及了爆,款,真是很懂消费者的心思,掌握流量密码就等于拿下了市场财富的控制权。 主打了王一博的爆,款,推出了全新系列的笔记本,同时更是各种款式一并上线,更是打上了绿色的logo。 看来真是用心良苦。 这次直播过程中,多个机位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王一博而来,对脸拍摄的角度, 让我们看得很爽,王一博的整个面部清晰可见。 特别是王一博一评一笑,尽收眼底,可谓是福利放送,就差送王一博了吧。 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结束后,很多人都在怀念有他的周六, 没想到,这么久我们又看到了新鲜的王一博。 直播中,王一博的下颌线跟猴杰,整个侧颜杀到了更多人。 这个状态的他,颜值真的惊得住镜头的拍摄,真是有被酷盖的侧颜给帅到。 留言区更是感叹,王一博的颜值真是绝了, 还有他各种小表情,小动作,都拍摄到了,让人大呼过瘾, 这是看到最立体高清状态下的王一博了吧。 这次活动,王一博的状态很不错, 看来休整状态下,整个人是放松的, 更是一种回归生活后的休闲与放松。 街舞跟拍戏过程中,王一博整个人应该是忙碌的, 要兼顾拍摄跟练舞,整个人还是相对比较疲惫的。 这次在拍摄完热烈后,王一博一直没有进组, 更多的是练习街舞,还有一些代言的物料拍摄, 所以这次我们并没有太多看到他的各种讯息。 虽然王一博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改当上映, 但是并不妨碍一点, 那就是王一博之后的资源依旧是主攻电影市场。 王一博的后续发展路线很清晰, 并没有网上传闻的各种热饼用的资源, 所以各位看到他会接什么电视剧、国偶剧的讯息, 不过是借他的热度来招商炒作而已。 最近好多人看到王一博开始充业绩了, 主动更新小视频, 就知道孩子这是批发式上架了, 各位主动配合找亮点。 从换衣间到楼梯间, 今天出席活动, 还被主持人拿来调侃了一波。 王一博听到后, 偷偷地浅笑了一下, 看来他是知道网友又在讨论他。 不过没关系, 对于王一博而言, 他做什么, 他的粉丝都会无条件地宠着, 也会给出自己的态度, 反正彼此都是平行线, 各种欣赏各种互不打扰。 这是好多人羡慕王一博的地方, 他总有自己的节奏, 也是一个很自由的艺人, 做自己热爱喜欢的事情, 不在乎外界的各种评价, 粉丝更是对其宠爱有加。 对此, 各位小伙伴们如何看待, 留言讨论呗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的频道。